嗨,大家好,我是秀厨娘 今天是我们自我隔离的第十天 响应号召,没有事不出门 我们已经十天没下楼了 家里年前备的菜也差不多快吃完了 只剩下大白菜了 今天我和婆婆包一个白菜包子给大家吃 白菜包子好吃有秘诀 我们要提前用葱,姜,生抽,还有油,盐 把肉馅腌制一下 这样肉可以提前入味 腌肉的时候还可以加两勺豆瓣酱 这样吃起来包子有一股酱香味 白菜不要切得太碎 就切成这样就可以 面已经发好了 把面揉一下,给面排气 我听你们上次我打猪条的馅 这是剁馅的 白菜头,这个好小话 这孩子抱着点的 等会儿妈,你等会儿包哈 我给你一块儿包 怎么我每次我感觉手法没有问题 然后包出来都不好看 这么一纸 这手头弯它一点 捏过来就使劲捏 顶上那个叶小 吃过来它不那么老虎 包了半了又晚上这么一串 包到以后这个手头这么捏的吧 这个晚上这么一按 这是个圆圆的 慢慢摆一下,太远了 慢慢顺起自然了 这个角不好看 你这个使劲捏,捏得小一点 因为这个面吧 待会儿你一开了 一举虚了,老虎 它摇回来就说,这还管是面 那么吃劲捏,这样就小 小哈,吃回来就不那么老虎 不管是做馒头包子还是花卷 必须要二次醒发 二次醒发好了以后 再上锅蒸,蒸出来的面食蓬松轩软 特别的好吃 包子醒发好以后 开大火蒸 上蒸汽后开始计时 蒸15分钟就好了 白菜大包子蒸好了 走,去吃饭 妈给你算 先是二次吗? 嗯,可以 我是秀厨娘 喜欢我分享的美食 就帮我转发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 好,可以 好,可以 好,可以